第五百九十九集 六朵晶莹的血花绽放 先后自绝代神王的口中飞出 归美而绚丽 像是七彩的凤凰 偏然翱翔 落在叶凡的身上 这是神灵的血 可净化世间一切法 纵然是绝代神王 也仅运有少许 六朵血花一出 几乎就快耗尽了 神灵具有逆天之奇笑 第一朵血花落下 躺进先天道图内 叶凡断食身体一阵 像是摆脱了一层束缚 他想大喊 让神王停下来 可是没有声音发出 心急如火 却无法改变什么 第二朵神灵血花落下 先天纹落被染红 亮晶晶的变得有些不同了 叶凡将要碎裂的肉身 痛苦弱一减 连续六朵神灵血花落下 没入叶凡的体内 躺进先天道图内 让他一下子能动了 身体与神念都受到了滋润 叶凡大喊 亲妹 你快停下 绝带神王盘坐不动 第七朵神灵血花绽放 他要以神血帮叶凡洗净诅 明镜大道 斩断因果 这是一种舍身的行动 神灵血流迹 神王多半将不复存在 此血是他身为绝带强者的根本所在 也许片刻后就会作化 先天纹落暗淡了 神灵血果然拥有奥妙无双 可净化一切因果 斩灭大道纹落 叶凡跌跌撞撞地冲了过去 想要接近那株翠绿的古树 走进百依神王身前 可是净土仿佛没有尽头 无论他怎样跑 都没有办法靠近 千百 如果你逝去了 我还有什么颜面活着 我不想你以生命之血 剿灭我的诅咒 第八朵神灵血花绽放 百依神王越发祥和 盘坐神术下 整个人有一层神圣的光彩在流动 如一尊神灵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 青莹花雨落在他身上 让他出世而绝俗 以一己之力 逆天为圣体皆续断路 要以己身鲜血洗净先天道徒 波尔的一声 第九朵神灵血花绽放 先天道徒被斩了出来 从叶凡的体内冲出 悬在了半空中 这就是神灵血的力量 可斩断因果 绝对神王凭借一己之力 强行切断道徒与叶凡的联系 可终究未能将纹络摸灭 此时他的神灵血流尽了 一身只有九朵 净土一阵摇动 神王像是石化了一动不动 没有了一丝力量 江家人背呼 神王宗祖 这个时候 他们的声音终于传了进来 净土再暗淡 再也不能让天地寂静 外界早已喧嚣 诸多修是一片嘈杂 神王要作画了 绝对从此而终 可叹一代神王 四千年前因子薄伐 傲视天下 却在如日中天之际 被封紫山州 归来后红颜云命 自身耻目 绝对神王闭逆天下 虽可在世间称尊 可是却半生凄凉 如今要落幕了 没有人不动容 人们都在议论 很多人都在叹息 百依神王的一生 让人唏嘘 叶凡大叫 终于是扑到了神王树下 百依神王面前 眼中热泪滚落 神王 不能死啊 神王的眸子睁开了 却黯淡无光 天地不认同 诅咒还未破 只差一步啊 神王 神王您不要说了 我这里有麒麟神药种子 您赶紧扶下 叶凡 虽见他争谋 但却心中更不安了 麒麟神药一出历史有 武锦 生枝气息弥漫 让整片净土 都有了勃勃升级 用不上 白衣神王 白衣神王摇头 而后用手一点 叶凡又被定住了 一动不能动 绝代神王口中 送大道轮椅 响彻天地劫 将一切声音都压了下去 就连不远处 杜劫的金色小生灵 都好过了不少 漫天雷光都被压制了 所有人都吃惊 绝代神王流进神灵血 怎么还会有如此修为 他的境界实在太高了 正如爱业君王所说 绝对已超越大成神王之境 所有大道神医 都集中向一点 将悬在空中的 先天道徒包容 要将它磨灭 这种音波有形有制 如一道道七彩涟漪 清晰可见 非常的绚烂 拥有一种 难以言语的神韵 外界 所有修士都静了下来 感受到一种高原语 浩大 许多人心中祥和 在此大道天音下 若有所悟 天哪 这是神之叙曲 终于有人感知到了奥秘 洞悉了这是何等的伪力 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怎么可能 神之叙曲 自古至今 想过几回 此曲不全与修为有关 是一种心境的体现 有对道的理解 更有对红尘百胎的体悟 传说 神之叙曲 仅仅是七十阶段 若是演化出真正的神曲 可获得几记神灵一样的力量 没有人不震撼 万没有想到白衣神王 如此的精彩绝艳 悟出了神之叙曲 虽说与修为无关 只是一种心灵境界的升华 可修饰最大的潜能 就在本心 有朝一日 也许可光照人世间 神王齐良一生 也唯有如此 他才悟出了神之叙曲 人们想到了神王一生 半生孤苦 一世凄凉 红颜逝去 自身耻目 他有着太多的遗憾 神王好记神灵血 演绎神之乐章 真的准备作画在此了吗 人们明晓其异 知道他不可能九催于世了 也许就此结束凄凉 而充满遗憾的一生 才是一种解脱 江家很多人痛哭 神王 神王 总是其他修饰 亦被感染 不少人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眼睛有些发色 可叹绝待神王这一生 他真的很悲凉 神之叙曲 仿若真有神灵一样的力量 将半空中的道徒淹没 七彩涟漪波动 让其不断暗淡 花瓣片片 燃血飘落 神之叙曲在净土焚烧 可是神王的生机却越来越弱 他如一盏枯灯 随时会熄灭 叶凡想大吼大叫 可是终究是不能动他一下 眼中热泪滚出 这是无法承受之恩情 太重了 他心中嘶吼着 我不要这样 可是却不能改变什么 荒谷诅咒几乎无解 十几万年来没有一人可冲破四级秘境 想打破桎梏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神王在拿命为他接续断路 以神灵血画道徒 以神之叙曲 摸灭先天文落 为其斩断因果 可 这确是生命的代价 我感冒两天了 我这鼻子不透气 我讲书太难了 我还怕传染给你们 我尽量离麦克风远点 你们听的时候声音也放小一点啊 我这嗓子也哑鼻子也塞 讲出来这鼻音特别重 我看明天能不能好点 太费劲了 太费劲了 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